我倒霉的日子到了 原来我是崇礼县地方电视台的播音员兼主持人 欢迎收看崇礼新闻 首先还是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内容 有个温暖舒适的办公处 挺可爱的小不点名字叫泡泡 很理想的丈夫 过着风平浪静的日子 让我着急的是 哎 哪出的这条小皱纹 哎 该多比风比刷 我们冬天的雪暴和冷风 对我这条皱纹非常不利 反正我压根讨厌室外运动 讨厌速度 讨厌风险 结果今天雪上加霜 领导派我拍新节目的任务 老外 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讲 诶 熊鹅会说话 多不体面 这个东西 要开展望 你怎么会让我看起来 哎呀 我得妈呀 疶 打扮得那么漂亮 是为了我吗 是为了我吗 疶 我得妈呀 你的妈呀 我的妈呀 怎么样 我漂亮吗 漂亮死了 鞋道不配滑雪板 腿 压斜舌的地方要均匀 挖着拉得紧紧的 不留任何冲击起来的褶子 免得压轻了腿 舒服吗 脚趾都能活动吗 后跟抬不起来 这就对了 走起路来 还是我的鞋舒服 脚弯向前弯得容易吗 你摔得很惨的时候 固定器就开了 够复杂 够复杂 棉袄强一点好 够众套在鞋上头 推向大奔向似的 狐狸皮的 这不成了狐狸精了吗 牙山上阳光的紫外线厉害 砍板不等於砍人家的頭,放平板,立熱,血板底下有兩條熱,像刀子放平了就旋轉,立了熱就卡住了,旋轉,卡住了。 只能滑直線的雪草。 大張在腳後面,往前前撐,張也可以用來拐彎。 千萬別用來刷車。 還是拖了板走路方便。 無論什麼動作,什麼時候,腳都要留在膝蓋後面。 雪板就像樓梯的台間,一步一步的。 雪板航山。 受陽醉。 膝蓋向山扣。 也可以用外巴子。 膝蓋往裡扣。 往前壓斜舌,用不著幹任何別的事。 盡可能在雪板的一邊。 哪有付學費學會翻跟頭的? 簡直騙老百姓錢。 虐待。 這是虐的。 我一定要投訴。 這是虐的。 我一定要投訴。 我一定要投訴。 注意到我。 我沒有人的。 請你投訴。 因為沒有人。 你拿到我是 allows。 操作你、拖嘴。 扶搜尊。 如果表示,你經常做騰鼓。 我只是有要缺帝。 你明白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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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第二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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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三天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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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